大家好,又到了方圓之間的時候 今天要和大家講一講人民幣 人民幣有分兩種,方先生是嗎? 一種在岸人民幣,另一種是離岸人民幣 究竟是怎麼分的呢? 這個名詞應該很多人聽過 但是可能不一定明白 首先講一下他的解釋 然後再講一下他為什麼會產生 其實在岸人民幣 就是講市場參與者 是在我們現在國內的 即是國內的機構 或者是我們的銀行 我們國內的一些人民 在使用的人民幣的兌換模式 就是在岸人民幣 如果離岸 其實相反 即是在我們境外 例如香港 其實香港屬於我們的領土內 但是它很特殊 但是它運行的是離岸人民幣的政策 還有呢 例如新加坡 其他的一些東南亞地區 或者境外 它就在運行 我們叫做離岸人民幣的交易 或者是匯率 這兩個 其實自免大家應該會明白 但是它是怎麼產生的呢 或者是會有些 什麼利弊呢 或者會有些什麼問題呢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會產生在岸的人民幣 不是離岸 劃劃就要推送到全蘇聯 那時候上世紀80年代 其實全蘇聯發行勞報 那時候勞報很厲害 一個勞報等於兩美元 那時候蘇聯 是的 有沒有聽說過 沒有聽說過 勞報等於 是的 80年代 即是上世紀80年代 那時候 很厲害 那時候 蘇聯人 即是全蘇聯 是很自豪的 而且其他國家都很眼紅 澳洲 都很眼紅 當時蘇聯很自豪 然後隨之而來 有一點驕傲 然後他就大大方方地做 開放管控 即是讓資本自由進出 那一時間 其實外國的資本 國際的投行 就一聲 直進去蘇聯的市場那裡 那其實當時蘇聯 它的工業是很厲害的 例如大飛機 大選 大炮那些工業製就業 是很強的 其實外國人是很害怕 他這些產業 然後開放了資本之後 外國的資本 你知道幾聰明 那他就會向蘇聯的銀行 借錢 借債 借勞布去買他的廠房 去買他的工業 大批量地買 當時蘇聯也有一個政策 開放市場 叫做資本化的模式 叫做資本化的模式 即是私有化的模式 或者資本化的模式 當時他們做外國的機構 外國唐人 你知外國的金融大陸 是瘋狂地買他的工業 他買了之後 他又很有趣 美國的老美 他就不打來 也不建設他 其實就荒廢了他 半荒廢了他 然後他不單純是半荒廢他們的工業 然後又找了一些所謂的科學家 或者是學術界的一些知名人士 唱衰他們的工業 令到老百姓 其實就開始對蘇聯那時候的體系 工業做失信 然後就在市場上面 大量地拋售他們自己的路部 然後拋售就換成名 那就變成什麼效果呢 就是路部大跌 那時候就跌到什麼情況呢 就變成了一美元 可以換成一百老部 我說回 其實就是一百老部 才可以換一美元 如果是這個情況的話 大家可以想像到 我之前掉下來的那些路部 我是不是用幾萬元 幾萬元的美元 我就可以換成幾百萬的路部 去煩回我之前借下來的債 即是你那些工廠 你那些工業 我是用幾萬元美金 我就可以掃光你 整個工業體系 或者叫做 是的 那時候應該是蘇聯 發展了七十年 給它短時間 可能幾個月或者幾月 就已經用幾萬元的美元 就掃光了他們的工業體系 所以當時蘇聯是很慘的 路部就大跌了 然後你的工業又被他們這樣租撻 所以這個事件都很出名 當時其實蘇聯就接近那種解體也好 或者崩潰也好 所以當時我們其實 即是我們中國響證隔離 我們看到這樣的情況 其實鑑於如此 那現在我們中國的人民幣的匯率制度 其實就是變成現在的隔離了的 在岸和離岸兩個市場在那裡 那我們就將兩個市場隔離了 就令到外國的資本不可以直穿進來我們 我們現在國內 就進行一些我們叫做收割 敲眼罩 收割的行為 所以就會產生了我們現在 在外和離岸人民幣這兩個 這兩個名詞出來 或者這兩個市場出來 那這個故事大家都可以 在網上去搜索 會見到的 那我就講講 在岸人民幣和離岸人民幣有什麼不一樣 那參與者肯定不一樣 在岸的話就肯定是我們的銀行 金融體系 即是國內的銀行、央行、商業銀行 大型的國企、財務公司 之而此類那些 還有一些就是外國銀行 在國內的分行 那肯定是准入了之後 那和我們一般的勞迫症 那我們會使用人民幣 那 然後離岸人民幣的參與者 他的市場參與者 就是一些進出口商 離岸的金融機構 即是你們當地的一些境外的一些金融機構 或者是你們當時 例如在香港這樣 其實香港當時是2010 才實行那個 人民幣的離岸交易的 那這樣做 和一些老百姓 是不是 就是一般的市民 那其實呢 一個很典型的現象 大家可以看到的 但是除了在大陸生活了這麼久 你有沒有看到找換店 沒有 是的 完全沒有 所以我們 香港你隨便 隨便旁邊左右 都可能有間 是吧 走到街上 隨便都會看到找換店 那找換店 又有人民幣對 港幣 或者港幣對其他國家的 那些貨幣 好像有 那所以 就是 當時你們在找換店 兌換的人民幣 那種就叫做離岸人民幣的匯率 它是採取離岸人民幣的匯率的制度 那麼我們中國大陸那些 如果你是拿港幣回來 去 換那個人民幣的話 你是在銀行那裡 去換的 是不是 是 是 沒錯 沒錯 你不會看到走換店 不會 你不會看到那些 以前也有的 那些小店 我們 灰色地帶那些 以前有的 但是現在也沒有 那些現在有的 其實也叫做非法 那不跟你們香港那裡合法 那所以就 很明顯看到交易的主體和市場是不一樣的 還有一個第二點就是 它價格的形成機制不同 那麼匯率 一般都是由 人民銀行去管制的 即是由人民銀行去定的 那是管理 即是有管制的浮動 的匯率來的 它是會有一個區間範圍 去管制下浮動 然後離岸人民幣呢 香港那邊 其實是自由浮動的 那如果是多的時候 它就可能會跌 小的時候可能會升 那其實 你們那邊那個 那個升幅 是 是大過我們國內的 那我們的升幅 我們國內的升幅 其實最厲害最厲害 都是8%的 然後你們香港那邊 其實是可以超過這個 這個範圍的 那對上一次 應該是6月13號 我們有一次降息 我們人民銀行那時候 宣布了降息 應該是10個基點 然後降息那時候 就會影響那個匯率 那當時呢 人民幣對美元呢 是走低的 即是跌的 那當時跌了200個點 我們200個點就是200個基點 那一個基點就是萬物一 那其實它是沒有跌穿那個 8%的那個幅度 但是呢 你們在離岸的 即是你在香港那邊 你離岸的人民幣 對美元 它是跌穿了200個元 所以這個就在 幅度上面 它會有些 即是可以帶上大落的 那然後呢 影響那個匯率 那個政策 肯定是不同的 我們是受 中央的貨幣政策的影響 那然後離岸人民幣呢 其實就受海外的經濟 一些金融的市場的需求 這些這樣的影響 那然後呢 發展的時間肯定不一樣 香港的離岸人民幣呢 應該是由2010年開始 那我們大陸的在岸人民幣 由我們見過 差不多開始了 那可以說是很長時間 那規模肯定不一樣 我們在岸人民幣的規模是很大的 那然後離岸那些 畢竟現在是規模小的 那但是呢 拒絕我們人民幣要國際化 那它逐步逐步開堂這個市場 那所以呢 其實大家認識一下 在岸和離岸人民幣 那然後方便我們後面 我們的人民幣國際化 其實現在已經說得很狠 我們人民幣的國際化 然後怎樣又受挫 或者又碰到什麼地方 然後又結合建超貨幣 即是建合數字人民幣 再去怎樣推廣 很多的渠道 那不知道大家 或者大衛蛇有些什麼 再跟我們分享的 最近人民幣的跌幅都很厲害 那我想請教一下方先生 怎麼看呢 這跟我們的經濟周期是有些關係的 那美國美元 它現在不斷地加息的 那因為他們的經濟下化了 那它的貨幣供應量 它是太多了 在市場上 所以要收緊一些 而且呢 相反 相反 我們現在 其實我們國內的經濟 由於疫情的影響 那我們就需要 攻擊我們的經濟 所以我們 你看到 對上6月13日 我們是 息的 美國那邊是加息的 我們降息 就是刺激我們的經濟 那其實這個降息 其實就是導致我們現在 現在人民幣就走弱了 那所以 其實我們現在對 就是我們人民幣對美元 其實是走下方的 是向下 向下行的 那其實這兩個 就跟我們 美國的經濟的情況 和我們中國現在的經濟的情況 有息息相關 我們在運行現在是 刺激我們的經濟 即是放水 那然後 美國是收水的 即是收現在的貨幣發行量 他們是很大的 那他們 他們相應來說就是加息 那因為他們還有一個情況 就是比較麻煩 那 因為他們 通貨炮漲很厲害 他們 現在面臨一個 我們叫做 滞漲 就是經濟又下發 那然後呢 又通貨膨脹 那他迫著 其實他要加息 收緊那個 貨幣的流通量 這樣就令到整個經濟 出現一個 隱藏的現象 那 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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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那裏 他可能就出現 我們叫做 經濟的大小條 都不出現 這樣的情況 嗯 這樣 因為 這是一個周期性的問題 不是一個長期性的問題 是嗎 只是一個 調整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我想請教一下 嗯 那 我只可以說說 我們 國內的情況 當然 美國 美國那裏 很難 很難說的 我們都是一籃子貨幣 而已 對美元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 一個 變動呢 嗯 是 因為 美元強 強勢 那 我們看回 我們自己的國家內部 OK 好 請說 因為我們國內 我們國內 現在 不斷地受到美國的打壓 那我們 我們唯有 啟動我們 叫做 雙巡返 一個內巡返和外巡返 那 現在呢 其實呢 外巡返是受到阻制 那 一般我們現在 就 通過 就是一帶一路 向西北部 走出去 或者向東亞那邊走出去 那 還有我們 現在本身的 內巡返 我們都要激活 可能這一段時間 就是這一階段 可能會傾向內巡返為主 那 內巡返為主的話 那 其實企業 你如果是再 學美國這樣加息的話 是行的 因為你加息的話 其實企業的壓力很大 我沒有錢 你加息之後 我借錢的成本這麼大的時候 我哪有資金去發展 那所以呢 現在 我們央行其實它是逐步 就是我們叫做放水 它會將那個息口慢慢去減 慢慢去減 這樣讓企業可以用到錢 賣到款 那而且呢 其實大家應該在外面都會收到一些風化 那些人都在那裡吹 說我們的債務 那確實其實我們的債務是 沒有個總量來說 可能是比美國大 那但是 我們的債務不是說 就單純是沒有一方面 因為我們借債 其實我們會投入基建 其他的 軍事都會有 但軍事的比例 比較少 就是民生 或者是那些 一帶一路股方面的 然後還有企業方面 那種種的 就不像美國那裡 他可能是單一不要用債 就是他之前說的 政府的那個債務上限都要無限 是不是 那其實他就讓政府先不停牌 那他們是解決這些問題 但是我們中國 我們的債務可能是 都比較大 債務總量都比較大 但是我們不是說 就單單在那些財政輸出 就是我們政府的輸出那部分的大 我們很多時候投放了基建 民生或者福利 種種的方面去攤分下去 那我們現在降了息之後 其實企業可以比較容易用錢 這樣就讓他們 在我們現在的本土的經濟那裡 他更加會發展 或者調整他們那個 我們叫做效益 那現在全部都說 工業4.0或者AI 那些 那其實現在國內 都會在調整我們的效益 我們就不會像以前那樣純的 很多的那些體力勞動 或者努力勞 或者是那些 我們叫做什麼 很粗重那些 很粗暴那些 那現在就會自動化 應該是工業 應該我們叫做工業化 自動化 然後我們叫做訊息化 然後數字化 那方面 逐步提升那個效率 令到很多企業 不會花很多的經濟成本 產生效益 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現在我們說過 好 那一個降低的成本 是最重要的 就是人民幣貶值 其實就是 令到大家的成本 就減很多了 對不對 貶值其實現在相對來說 會有利 大家應該都知道 貶值就會有利於出口 因為外國人買我們的產品 那時候他會便宜 那其實這個也是對應 就是我們的商巡販 對外的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經常被人揭制 那其實也會促進出口那方面 那其實這些經濟政策 我覺得其實中央 通過他們的統一去籌罰的話 其實我們順著經濟政策 去進行一些投放 就是明智一點 OK 其實這個也是一時的政策 不會是長港的政策 對嗎 嗯 對 所以的時候 我都覺得長遠來計 我自己個人 都是比較放心些 放在人民幣上 不是教大家投資 大家一定要 思考一下 因為我是有用的 所以這方面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現在國家的整體策略是怎樣 我們現在老老實實說 世界的經濟這麼差 我們國家一定要 在出口上高 做更加好的工作 當然內循環是很重要 還有那時候 你起碼準備定 那個世界經濟的一個週期的話 我們都要作出一個調整 我沒有說錯 方先生 沒有 其實資金是很聰明的 剛才我說的 前蘇聯的事件 其實資金真的是很聰明 他 例如他之前有個動作 就是經常唱衰 就是唱衰 蘇聯的工業 其實當時蘇聯的工業 軍工也好 航天也好 其實美國是買他怕的 所以才唱反條 唱衰他 令到他的經濟體制 貨幣政策 全部都是向下坡 其實跟你 你看回我們現在 現時中美的鬥爭 其實美國一樣是這樣 其實他都是 買我們中國怕 就是買怕我們中國 所以他不斷 也都會在那裡唱衰 我們中國 說我們本身的體制不行 也都說 我們的所謂的固定匯率 有什麼問題 違反了什麼條例 他以前都在那裡唱我們中國 所以其實他也是 其實現在是買他怕我們中國 所以 我們不會這麼容易造反 我們吸收前人 前人失敗的教訓 就是倒下那些 整個國家都沒有那些 我們不會 就是我們定的這些策略出來 就是離岸人民幣和在岸人民幣 其實不是說風月來風 那個好聽或者是怎樣 其實是我們 就是 看透了 別人 惡道的 後果之後 我們才會產生這些 這個我完全同意 總之 不可以說 我們想怎樣做就怎樣做 看回整個大的局勢 中國的時候 我覺得 整體的經濟和金融和貨幣的策略 都有他自己的一個觀察點 以及留意到整個變化 而作出一個調整 我覺得就是這樣 多謝方先生 幫我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在岸人民幣 離岸人民幣 以及人民幣貶值的 現在的策略 究竟是怎樣行的 好 今天時間到這為止 多謝方先生 感謝 好 記得訂閱大會上的頻道 留言點讚分享看廣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 方先生